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第十四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观众最喜爱影片奖和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奖 2011年参演幸福来敲门获得第28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 蒋文立出生安徽蹦步的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工程师 母亲是铁路局画舞员 从小父亲就买给她是借名著 母亲送她学起滔壳舞蹈 高中毕业之后 蒋文立考上安徽省水利学校 毕业后分配到自来水厂工作 蒋文立在牵手中塑造了一位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事业的知识女性形象 在中国式离婚中 蒋文立更是将林晓峰那种完全丧失自我 缺乏安全感的歇斯底里展露无遗 而在《今婚》里 她给观众印象最深的 还是中国传统妇女的典型形象 蒋文立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母有对她的影响特别大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